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迈入第21届的宜兰县绿色博览会原定28号起在吴老坑风景区举行 受到疫情影响 县长林子庙今天宣布停办 这也是绿色博览会21年来首度停办 同一天台北101也宣布将延后举办今年度的台北101垂直马拉松 经济部争取许久电子零组件 制造业等11项制造业 预计单可适用七修一支松绑 劳动部今天公告放宽及起生效 影响人数约为160万人 除了中国大陆工厂知识无法复工 很多企业转单到台湾之外 松绑制造业别中还包括纺织业 人造纤维制造业 一级口罩厂商后续将能适用这项力外弹性 高雄罢明韩国于第二阶段连数已冲破50万大关 罢明案有很高的几率过关 此次补选台湾民众党也不缺企业不求胜 但一定会参战 党籍立委蔡壁如受访透露一开始启动布局 陆续接洽三个参选人选 连口号都想法是台北经验高雄实现 新唐人眼这电视正面报道